关于美国国务卿谢尔曼近期的亚洲之行 是否会到访中国外界众说纷纭 而根据路透社最新消息 美国正在跟中国沟通 如果一切安排妥当的话 谢尔曼将在亚洲之行的最后一阵抵达中国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 谢尔曼将在下个礼拜访问日本韩国跟蒙古 但是并没有提到会在中国停留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谢尔曼原定前往中国天津跟中国官员会面 由于谢尔曼为揭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 就外交礼仪来看 中国也应该有外交部第二号人物 负责日常外交事务的副部长乐玉成负责接待 不过北京方面刻意降调 以第五号人物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谢峰出面接待 美国为此取消谢尔曼仿中计划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没有正面回应 就在外界以为谢尔曼访问中国的行程将取消之际 却又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美国如果要在朝鲜政权方面有任何方面的进度 无庸置疑都需要跟中国合作 还有美国的区域盟友韩国日本的协助 由于华府希望限制朝鲜的核子计划 不过自从拜登今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持续努力要跟朝鲜建议外交联系 却都没有获得回应 而根据路透社这一期消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谢尔曼行程安排之中有访问中国的余地 如果要增加访问地的话 中国将会被安排在他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而有关朝鲜的问题将会被列入议程之中 这名官员还表示 目前是美中关系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 如果跟北京接触是实质性而且重要的 那么华盛论对于这样的接触 始终抱持开放态度 香港自由民主制度屡遭中国剥夺 美国16号首都发布香港商业警示 并且宣布对香港中年办 7名副主任执行金融制裁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 美国的施压制裁不过是废纸一张 中国必将给予引头痛击 香港中年办批评 美国政府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 并且指控所谓制裁 是设立内人的无聊政治表演 刚负责回应表示 美国商业警告是在试图制造恐慌情绪 完全荒谬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财政部16号宣布 将7名香港中年办副主任 加入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 制裁名单之中 包含陈东、何静、卢新宁、求红、 谭铁牛、杨建平、尹宗华等 而其中谭铁牛野生兼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美国指控他们协助北京打压香港民主 而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也随后发表声明 指控美国的商业警告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 趁香港国安法实行以来 香港社会秩序恢复 外国在香港投资更加安全稳定 而且有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美方我言耸听恐吓在香港外资 真正图谋的是迫害香港繁荣稳定 并且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这名发言人还表示 美国的制裁等手段是蛮横干预香港事务 跟中国内政 这种施压制裁是不易之举 再多再烂都不过是废纸一张 阻挠不了一国两制行稳志愿的坚定步伐 以及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复行大事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香港事务纯束中国内政 美方肆意干涉香港事务 跟中国内政 中国必将迎头痛击 香港中年办抨击 美国政府五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 并指控所谓制裁是色力内人的五端政治表演 港府也批评美国政府对香港做出完全荒谬 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 像在香港的美国企业跟个人发出商业警告 只是试图制造恐慌情绪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战略野心 已经到了外界无法忽视的地步 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不断加强跟盟友之间的合作 试图抗衡中国 但是欧盟许多国家却依旧保持软弱的态度 期盼可以把政治经济跟气候议题分开 但是欧盟对中国的忍让真的可以换来和平吗 法广报导拜登上台之后 第一位邀请访问白宫的是日本首相菅义伟 第二位是韩国总统文在寅 而6月份的时候 拜登跟G7集团领袖会晤 乃至于再加上澳大利亚 韩国跟印度的居实会面 还有30国组成的北约集团 所有外交活动都指向一个中心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应对中国挑战 更准确的来说 是如何应对刚在百年党庆之中承诺 要让外国势力投破血流的中共的挑战 汉学家何重仪在法国《世界报》中文指出 当美国、日本以及中国、俄罗斯各自在印台地区 举行联合军演对峙之际 担任欧盟轮居主席的德国总的默克 却在去年底再没有邀请西班牙跟意大利的情况之下 与中方达成欧中投资协定 之后又打算在2021年6月底会晤普京 默克的举动也引来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以及荷兰等国的愤怒 这不仅使得外界质疑因为关闭核电厂而需要俄罗斯天然气 因为汽车市场而屈服于中国的德国 是否会成为欧中外交质检的病悍 作者同时批评法国因为战略自主的说法得到北京的嘉奖 北约形容中国是北约组织的头号威胁 但是法国却表示中国不在北约的范围之内 法国跟德国这种避免冲突的愿望的理由 是基于必师跟中国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升温的议题 但是作者认为中国不会单纯的因为西方国家给的一点恩惠 就遵循气候承诺 而且事实上参与气候相对来说 对北京来说也是涉及它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 欧洲根本不应该拿相关议题来跟其他领域作为交换 长久以来欧盟思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以为可以把政治经济跟气候领域区分开来 而在欧盟国家对于中国发展自由经济民主 便可使得中国开启民族化的幻想破灭之后 现在欧盟又衍生出另外一种幻觉 就是把参与共同应对气候升温 以及人权议题区别开来 作者强调避免灾难唯一的方式 其实就是接受灾难不可避免 为了确保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发生 你必须看见它正在开始 并且知道如何为其准备 一架美国行政专机15号降落台北松山机场 短暂停留之后离去 引起中国强烈不满 不过有中国军事网红指出 美军机降落台湾 只是故意逼中国动手 如果中国真的使用武力 那么就上当了 不过这段话却震碎了中国网友的玻璃心 自由时报报导 一架美国行政专机15号上午降落台北松山机场 短暂停留之后离去 外传这架专机的任务是交付包裹 给美国在台协会AIT 不过对此台湾外交部跟AIT都没有正面回应 倒是中国国防部气得跳脚 国台办也气炸了 指出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 各受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挑衅 而中国军事网红马炎也加入这个讨论 他在中国社群媒体西瓜视频贴出影片表示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就是要逼中国动手 如果中国真的使用武力 那么就上当了 他还强调开战对中国是不利的 不过这支影片却反而遭到中国网友批评 认为如果不尽快阻挡美国 美国将会得寸进尺 下次开进台湾的就是战斗机 更有人痛批 马炎的发言根本就是间谍 由于近期美中台关系紧张 AIT新处长孙肖亚舍号抵台旅星也引起关注 而他今天首度以新职位的身份在AIT官网发文 其中一张照片他还戴着印有Hello Taiwan字样的口罩 他表示非常荣幸可以担任美国在台协会的新处长 他还说自己现在从窗外看出去台湾豪妹一片绿意盎然 孙肖亚表示他上一次到台湾大概是两年之前 是以美国国务院副助亲的身份访台 而如今再度回到台湾 台湾许多转变使他感到耳目于心 但是不变的是台湾人民的热情跟友善 他说自己也跟以前一样 依旧对于可以身处在如此活跃的民主社会 感到无比兴奋跟期待 香港大学一项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显示 接种两剂复弊钛疫苗的人 其平均抗体水平 将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高出9-10倍 而同时中国许多地方近日变相 强制接种疫苗 引起民怨跟批评之后 中国卫健委重申 接种疫苗应该遵循自愿原则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先前招募了1442名医护人员 跟进新冠病毒疫苗抗体的情况 初步完成了93名接种者的分析 其中63个人施打复弊钛疫苗 30个人施打科兴疫苗 研究发现 接种两剂复弊钛疫苗的人 在一个月之后 平均抗体水平达到269 这要接种两针科兴疫苗的人 高出9-10倍 即使施打一针复弊钛疫苗的人 其抗体也有49 比施打两针科兴疫苗的人高达8倍 至于施打一针科兴疫苗的平均抗体 水平纪然只有7 这项研究结果刊登在医学期刊上面 而率领这项研究的港大流行病学专家 高本安也表示 如果要有效降低染疫风险 并且保护身边的人士 他建议香港市民应该选择接种复弊钛疫苗 目前中国大陆施打的新冠肺炎疫苗 都是国产疫苗 包含科兴疫苗 但是科兴疫苗保护力只有50.4% 毕竟公卫专家认定了50%的最低门槛 而在Delta病毒出现之后 中国国产疫苗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教授 病毒学家金冬业受访的时候也坦承 中国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率 可能已经降到50以上 让施打追加针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必要行为 而代理复弊钛疫苗的上海复兴医药14号也表示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已经基本完成复弊钛的审核工作 目前正在加强进行行政审批的阶段 不过在此同时 中国多地近日变相强制接种疫苗 如果不接种疫苗就无法出行 无法进入商场 无法进出医院 以及没有接种疫苗的公职人员 将被停发薪水等公告 而江西、河南、河北等地还宣布 学童如果没有完成疫苗接种 就不能回到学校上课 这些消息也在网络上面引起民怨跟质疑 对此中国卫健委紧急出面表示 接种疫苗应该遵循自愿原则 并且表示及时对个别地区给予指导跟规范